真言二十章十七节 与虚晃而得的食物 人觉甘甜 但后来他的口臂充满沉沙 那这段经文没有什么特别难的地方 也不需要怎么样解释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非常简单 非常直白 虚晃而得的食物 人觉甘甜 虚晃得的食物 人觉甘甜 为啥呢 很简单的 因为撒谎成本最低 甚至说撒谎没成本的 不劳而获 懂吗 不劳而获 所以他觉得这碗好 这也不花钱 这碗好 咱们自己去搬去扛去 你虚晃而得的食物 人觉甘甜 但后来他的口臂充满沉沙 我们这个 有的时候我们吃饭 这个我们要 特别是吃米饭的时候 我们要淘 这个米要没淘干净 那就拥有沙子 所以吃了一口沙子 那种感觉应该是很爽的 这两年我不在大连 我不知道这个 这个我们这个 每次去海边受洗的时候 是不是顺道 我们在那儿有个野餐 如果在海边野餐的时候 有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情况 不小心把沙子吃到嘴里 没有一个人喜欢这种感觉 这种感觉太不爽了 所以今天把这两段精神放在一起 就是说前面觉得真香啊 真好啊 这家伙太太棒了 再多来两个呗 后面发现真难啊 真苦啊 这一半也太遭罪了 所以今天我自己我在想 人这一生啊 我们就是不明白啊 所以为什么我们很多人真的就是啊 不能踏踏实地做事呢 就是因为不明白 咋不明白了呢 因为小聪明有的时候 让我们真的能占点小便宜 而这个小便宜 当时还真不错啊 我我自己我想 我自己我想啊 我们这个为什么这个人喜欢撒谎呢 因为至少在当时撒谎是容易蒙活关的 至少在当时撒谎是容易让你立马能得到好处的 但是后面啊 每一个谎言都要用更大的代价去付 原因很简单 出来混早晚都要还的 那我就想起 有几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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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我们弟兄姐妹也都熟悉 那我们在这个教会也好 在工作中也好 总会有一些事是比较难办的 总会有一些事是比较难办的 那这些事情比较难办呢 那我们可能就想着这个不去办了 但不去办呢 这个也也不好 毕竟是这个所有的事情咱们要有个交代 所以我们就用一个 有的时候就用一个谎 把这个事给蒙过去了 那在工作中是这样 在教会有的时候也是这样 还有呢就是我们在工作中也好 我们在教会中也好 我们总有一些人 我们是不得不见的 那我们有的时候呢 哎呀真头疼 不想见这个人 那不想见这个人 也不是我们一定要见的 是老板要求我们 是上面要求我们见的 所以呢那这个时候可能就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 那我就撒个谎吧 说这些人我约不到找不着 所以今天在这里面 我想我跟弟兄我跟姐妹讲 其实我们我们这一生 我们这一生 我们无论是难见的人 不好处理的人 还是难做的事 不好去办的事 我们都去认真的去面对 然后呢好好的祷告 因为神帮助我们 我现在越来越体会 这个事 就是如果是神让我做的 这个事如果是牧师让我做的 如果这个事是领导让我做的 不管他多难 只要我认真面对 我好好祷告 求主帮助我 这个事最后一定能成 但是反过来 我们想这个走个捷径 想撒个谎 绕完照过去 结果最后绕来绕去 又绕回来了 我自己 我们在这几年 我们在教会里面 我们遇到过很多这样的情况 等会儿呢 我给大家讲几个陈的故事 等会儿大家可以讲几个陈的故事 但是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想就这段经文来说 我们提醒我们弟兄 提醒我们姐妹 我们特别是在金钱上 我们就踏踏实实的 我们尽量跟主祷告 有一份好的工作 我们尽量跟主祷告 我们把工作办好 我们有一份好的工作 把工作办好 我们还不一定能拿到钱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努力工作 我们好好工作 我们把工作做好 还不一定拿到钱 所以你今天如果不努力工作 如果工作你做的不认真 那我也不知道 你能不能拿到钱 我们昨天还是前天 我们有同工找我 说他爸爸在外面做工程的 他爸爸在外面做工程的 那今天我知道这个做工程的 做工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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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是这个最大的不是没活 最大的是活干完了拿不回来钱 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想我们教会的弟兄 我们教会的姐妹 是很蒙福的 是很蒙神保守的 我们基本上没有谁 在外面有被人家拖欠工资 或者在外面拖欠工程款的 然后这个礼拜 礼拜几啊 就是昨天礼拜天 应该是礼拜天 沈阳的旭华也跟我讲 他说这个有一个客户 因为他先做批发的嘛 说这个要的货挺多的 这也要那要 这也要那要 讲好了先打钱后发货 弟兄姐妹听清楚了 先打钱后发货 然后呢对方说没问题 我礼拜一就给你打钱 结果过了一个礼拜也没打钱 那礼拜天这个叙华 跟我讲了一个事情 我说还好 这个生意可以不做 但是没被骗 那是哈利路亚 不打钱就是不给他发货 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自己我们去想一想 现在生意这么难做 徐华一看 哎呦 这这么大的生意 这老板有钱 要这么多货 这也要那要 结果咔嚓发过去了 货发过去了 再追回来就很难了 货发回去了 就算你追回来 也是有损失的 最重要的是 你这个时间和你这个损失不止 所以有的时候 然后我们为什么我们发现有一些大的老板 比较难商量呢 因为他们发现按规矩办事是最保险的 按规矩办事是成本最低的 所以今天我自己我在想 我自己我在想 我们教会的弟兄 我们教会的姐妹 以前呢 我们都在工厂里面 或者在公司里面 那相对呢 是一个稳定的一个社群 那老板交代我们什么事情呢 当然我也可以这个投个儿 但是我们教会弟兄 我们教会姐妹 都被教育的非常好 我们就是做傻子 别人不干的时候 我们干 只要老板分布的 我们就把它办 那未来 那未来我们到了 未来我们 我们下期再见